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真剑,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系列科幻片《阴阳魔界2002》夜路 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短发妹正牵着自己的狗在散步 突然一辆车冲了出来,差点把她撞倒 受到惊吓的短发妹本想上前开喷 走到车窗旁却震惊地发现车上没有人,车子立马开走了 短发妹只觉得诡异,但也没有多想 突然一辆大巴驶到了她家门口 而她家门口根本从来不会有大巴经过的 事情愈发诡异,狗狗却大喊大叫非常着急地想冲上车 短发妹发现车上所有人都一动不动 司机也盯着她不说话,她吓得赶紧跑回了家 就在她迈上台间的瞬间,身后那辆车竟然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虽然是个离奇的夜晚,但回到家的短发妹看到自己的未婚夫后 就将一切泡在了脑后 第二天她去试婚纱,母亲问起婚礼的一些细节 她却什么也想不起来 更奇怪的是,在家门口遇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女人 她竟然能够准确地叫出自己的名字 昨晚当那辆大巴再次试来 这次车上的乘客变得多了 而且都转过头来看着她 狗狗也照样想冲上去 短发妹吓坏了,赶紧抱着狗狗跑 当天晚上她一直盯着窗外发呆 未婚夫发现了她的异样,询问她怎么了 她将那辆诡异的大巴车告诉了未婚夫 她却说是短发妹压力太大没休息好 然后跟她一起下去等那辆大巴 结局当然是什么都没等到 两人上楼后,未婚夫竟然跑去开对面的门 怎么会连自己每天住的地方都忘记呢 卷发妹打电话询问公交站 得到的回答是 根本没有大巴车会经过他们家门口 被那辆神秘大巴整得晕头转向的短发妹回家洗脸 却发现镜子里的自己一脸的血 而当她再仔细看时,刚刚发生的一切似乎有都是幻觉 她看向窗外,结果那辆大巴再次停在了她家门口 这次司机甚至站在车门等她 短发妹气冲冲地跑下去问她到底想干嘛 她只是说,我在等你 第二天短发妹再次在婚纱店看见了那辆诡异的大巴 吓得她猛流鼻血 而当她叫别人来看时,那辆大巴又变成了另一辆 未婚夫在咖啡店安抚她的情绪 有来人陪伴的短发妹冷静了许多 拿着两人的咖啡去续杯 店员竟然说他们曾是同事 而短发妹其实是个老师 她也根本没见过这个店员 店员见短发妹不承认 只能无语地给她续了一杯 短发妹说自己明明是两个人 为什么只需一杯 店员满脸问好 短发妹这才发现手边的杯子只剩一个 未婚夫也不见了踪影 她吓哭了,赶紧跑回家 震惊地发现家里一切关于未婚夫的痕迹都消失了 自己的狗狗也焦急地冲出了门 跑上了那辆诡异的巴士 短发妹要司机快点把狗还给她 然后离开自己的生活 自己绝对不会上这趟车 司机却说她不想走 你的人生也不该只是这样的 然后无奈地开车离开了 车子开走后 短发妹才看到远处聚集着一堆人 是一个车祸现场 地上躺着的正是自己 而狗狗经过抢救 已经活了过来 原来那辆大巴不是通往地狱的列车 而是接她回家的车 卷发妹有三四次生还的机会 却没有把握住 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尸体被盖上 然后消散在了空气中 这要是我应该也不敢上车 毕竟初中恐怖故事看多了 各种灵车接人是真地恐怖 好了,今天的电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点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和你一起好好生活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空话电影 下期见啦